第六十二案 簡列百分之五十 台電請有沒有意見要表示一下 跟院長報告跟國委員報告 我們這一筆預算原來的預算 提送的額度是四千五百萬 我們依照執行的比例到目前為止 我們大概執行的量大概已經到了三千五三千六百萬 預計到年底要支出這麼多錢 那如果要簡列百分之五十可能是 真的沒辦法做到在實際的狀況之下 我們請停案委員黃國昌總召請發言 沒有啊 前面我已經說過了嘛 這個預算本來早就該省了嘛 那沒有省嘛 那沒有省對你們台電啊 要花這些宣傳的費用 也沒有差別啊 你們還是照樣花嘛 那所以花到現在 如果啦 針對我們提案的理由 台電所提出來的說明是 編了四千五百萬 我們現在已經花了三千多萬 剛剛董事長說是花多少 三千多多少 呃 預計到年底全年 預計大概三千五到三千六百萬 到年底會花三千五到三千六嘛 對 那所以按照你們目前編四千五還多一千萬嘛 是嗎 是吧 好上位 預計不會執行到 大概我們就執行到八成左右 我們講具體的數字啦 董事長請你可以聽得懂 我現在在釋放的善意啦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講 因為我現在要預估到年底 所以我估計起來 那三千五到三千六 還沒執行大概是九百到一千 所以大概是三千五嘛對不對 差不多 所以簡列一千萬可以 你說到 你說今年嗎 對啊 今年啊 不是啊 我董事長 我是就事論事在跟你討論啦 我必須要讓大家聽得懂 我們為什麼提這個案子嘛 這個案子我也在經濟委員會 我直接提出質詢嘛 台電公司有營運上面的困難 經費拮据大家都了解嘛 但我們 立委在立法院裡面監督預算執行 我也要問錢花到哪裡去嘛 啊結果你們花的錢 給特定的綠色媒體人 去做那些什麼有的沒有的 廣告 我看了以後就很火啊 我們台電很有錢啊 這種錢都花得下去 所以我才會要求要簡列百分之五十啊 那剛剛你說 你們現在已經花多少了 我聽了我老實講 我們大家也很無奈嘛 預算沒有審沒有過 那你們錢照花 根本沒有差嘛 我剛剛請董事長聽得出我的善意是說 我知道你也很無奈 編了四千五百萬 那現在我就跟你說 你到年底 預計 總共會花多少錢嘛 所以嘛 啊你說三千五那我現在就講嘛 那就我願意把它改列 簡列一千萬 解決你的問題嗎 那個 委員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 我可不可以 就是要檢驗了 留一點點空間 我已經留很多空間了 這個是我們實際預估 我們的業務單位跟我講實際 沒有關係啦 你如果這樣堅持的話 那這個案子就先保留吧 好 呃請無事也要幹事長請發言 呃那個 我想是這樣啦 剛剛黃國昌委員的意思說 他從簡列五十到 檢一千萬啦 凍結 檢列五十到凍結 到三一千萬嘛 那可以或不可以 你們趕快顧一下嘛 那我當然是覺得說 我也同意啊 曾董事長說的 要留一點阿蘇比嘛 所以如果說一千萬全檢列了 可能你 你最後可能有一些些超支的部分 你變得沒有辦法執行嗎 阿不然你檢列 七百萬 五百萬 七百萬可以嗎 我們具體的希望是 讓大家能夠 也能夠運作 好 這是民進黨團 不好意思喔齁 你們是 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案子 對 你的案子 我在 那個 謝謝無事也要幹事長發言 我再具體講一下 我們黨團的意見 因為剛剛提案的委員 跟這個台電之間的問答裡頭 我們大概就主張 做出我們民進黨團的建議 那是不是能夠商量就是 簡列七百萬 那這個部分就尊重提案委員 我們的主張是這樣 謝謝 沒有 曾董事長您可以在最後一刻 那個有什麼寶貴意見嗎 我都是希望事情能夠很圓滿的 我們 我們就預估 明確的預估是 三千六百萬 執行大概到這邊 那如果留兩百萬的那個 一些 一些余裕給我們 因為 因為最後結算有關 如果三千七百萬是可不可以 院長我可以說話了嗎 好 謝謝曾總長 現在請黃國昌總長請 不好意思喔 請你們現在 已經執行的 每一筆的費用 以及預估 你接下來要花的費用 一筆一筆清楚的列出來 送到黨團來 我們看完以後再決定 這個案子就先保留 好謝謝我們第六十二案保留